星期三我出去的时候 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在我们家美国的路上 426上面 我看到有很多的 远远看到有很多的警车停在那里 大概就在我们家美国 那个Duke Energy那一块 然后我开镜一看 然后有很多的警车 然后也有几辆救护车在那里 然后我看到一辆越野车 很大的一辆越野车 然后就横在这个马路上面 然后他的头已经冲到那个绿化带里面 然后这个头已经是翡翠性的 被撞坏了 特别是在这个驾驶员的这一次 那个凹陷去的特别的深 你可以想象这个驾驶员 已经凶多吉少 所以我猜想可能是那个车子失控 然后撞在那个绿化带中间 那个树上面 但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生命是特别的寸弱 你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知道下一刻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下明天都会平安 明天都会好好的 但是那个驾驶员也觉得他明天会好好的 但是他怎么会知道他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我们用我们的计划 就像吴章老上次讲的 我们的计划的一个前提就是 我们明天会好好的 就像上次吴章老用的那个圣经经文 那个财主说 我明天会好好的 所以我要把我的仓库要扩大 但是上帝说 愚蠢的人 我今夜要去取你的灵魂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车祸的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是觉得 人生真的是无常 我们也很寸弱 我们在这个面前是显得多么的弱小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一想的时候 我在想 如果这个事故发生在我身上 我会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我的车子 最近这一段时间出毛病了 对不对 我想我的车子如果哪一天失控了 我撞在那个树上的时候会怎么样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心里面突然觉得 很幸福 我觉得很平安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如果这个事真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我很快就与神面对面的相见了 那比在这个事上要好得多了 对不对 我也知道就是说 神会看顾我的家人 因为他是信使的主 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是蛮感恩的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基督徒 真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 我们活着有益处 我们死了会更有益处 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祂在创世之前 拣选我们 然后时候满足的时候 在拆遣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祂赐下圣明 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的印记 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 直到有一天 我们见祂的面的日子 而且祂为我们在天上 留下了这个基业 那这个基业 中文翻译成基业 但是基业的给你的意思 好像是 祂把祂的东西的一部分给你了 对不对 其实原为这个意思的是遗产 但是翻译成遗产是不好的 对不对 好像上帝死了 其实上帝不会死 对吧 那其实告诉我们说 上帝把祂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 所以不是一部分 而是所有 所以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所收养的儿女 是何等的蒙福 是何等的恩典 上帝为我们成就了 做了所有的这些事情 我们成就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想 我们能够对上帝有什么的回应呢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后面第四章就开始讲 我们要怎样去回应上帝 在上帝这样的恩典下面 我们要如何的回应他 然后在这个上一段 就十七大概到二十四节 讲到就是说 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 要穿上新人 当然这是对基督徒所有的生活的一个总结了 就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 每天要做的征战 就是要脱去这个旧人 要穿上这个新人 然后之后从二十五节开始 然后就开始讲每具体的事情 然后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 十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 讲的是从三个方面讲 从我们的言语 从我们的行为 然后从我们的内心来讲 我们要如何的被更新 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要请弟兄姐妹起立 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 好吗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灵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误会的言语 依据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嚷闹 混棒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 这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你祝福你的话语 主要愿你在你的话语上 得着荣耀 主要愿你在我们的当中 居首为掌王权 我们在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大家请坐 所以今天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是言语 第二个是行为 第三个是我们的内心 所以在二十五节说 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要屡临舍说实话 二十九节说 误会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 造就人的好话 所以二十五节 首先谈到 你们要弃绝谎言 就是说 不要说谎 然后个人要与灵舍 说实话 实话这个在原文里面是真理 就是个人要与灵舍说真理 那中文翻译成实话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不说 说真理 我们说说实话 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和说真理 其实是有一点 小小的细微的区别的 因为当你说实话的时候 你讲的不一定是真理 你讲真理的时候 是不是实话 我不知道 我想讲真理的时候 应该是实话 可能我对这个人有看法 对吧 然后 那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我心里是这么想这个人的 那我不要讲出来 我讲的是不是实话 我讲的是实话 对不对 那我讲的是不是真理 不一定 对不对 那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听到我们教会的两个姐妹 在谈论一个弟兄 一个姐妹说 这个弟兄 好虚伪 很讨厌 为什么 因为他整天出口就是圣经 闭口就是圣钉 整天把神的话语挂在嘴上 所以让他感觉到 就是说很虚伪 然后很假正经 然后另一个姐妹说 这不是很好吗 这是个很蜀联的弟兄 很好的弟兄 那这个两个姐妹 谁讲的是实话 他们都讲的是实话 他们谁讲的是真理 不知道 所以你讲实话 不一定讲真理 讲实话容易 但讲真理比较难 因为如果我说 我们个人要讲实话 那很好 我把我心里的感觉讲出来 我讲的是实话 心情上告诉我要讲实话 对不对 但我讲的是对别人的看法 对别人的评论 对别人的定罪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可以不用为我讲的实话来负责 但是你讲真理就不一样了 你讲的是不是真理 你要对你讲的话负责 所以这里是个人要与灵舍讲真理 所以你要讲话就要小心点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你是真理的时候 你就要这么讲 你说 弟兄啊 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但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讲的不对 对你要赦免我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里讲的是个人要与灵舍讲实话 讲真理 那么灵舍是什么 我们看到灵舍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邻居 对不对 在这里灵舍的意思就是说 相近的人 与你比较 close 与你比较相近的人 那么神是与我们比较相近 与我们比较 close 我们的亲戚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工作里面的同事 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但在这里主要是讲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与你比较相近的人 与你比较有 close的人 你们是有一定的关系 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你们要彼此之间要讲真理 所以我们讲真理的时候要小心 你们之间有没有那种关系在哪里 如果你没有这种关系的话 你最好还是找一个比较有关系的人去讲 否则这个人就在想 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跟你又不熟啊 对不对 或者他在想 哇 这件事情你都知道了 是不是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他就会往别的地方去想 所以如果是你最好 如果是你给他不熟 你最好找一个比较给他熟的人去给他讲 所以我们需要讲真理不要讲谎言 拒绝谎言 然后这二十九节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 所以英文翻译得很好 对不对 对 污秽的言语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腐烂的水果或者是腐烂的鱼 发臭的 所以污秽的言语是什么 污秽的言语我们理解是dirty的话 什么的话 Dirty Dirty words 但是其实这里讲的是使人发霉 使人发臭的那个话 那什么叫使人发霉 什么使人发臭的话呢 就是英文里面讲的 put down别人的话 beat down别人的话 所以他给后面那个建造人的话 说造就人的话是相对的 是相反的 所以一个人是 一个话讲话是put down别人 一个讲话是造就别人 一个讲话是让人得鼓舞 另一个讲话是使人发霉 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 从小教育我们要讲使人发霉的话 对不对 我们都从我们的父母那里 领受过这样的 厉害 所以我们的父母总是盯着我们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们讲话总是让我们泄气 让我们发霉 为什么 因为我父母对我们太爱 然后期望太高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希望都放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完成不了的事情都希望我们去完成 所以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讲发霉的话 我们在夫妻之间 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 我们在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我们对我们太太讲话也是使人发霉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丈夫讲话也是使人发霉的话 但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讲话要建造别人 要造就别人 叫听见的人得益出 听见的人得益出 这句话直一过来就是给那些听见的人恩典 给那些听见的恩典 什么叫那些听见的给他们恩典呢 比如说你讲话的时候 你要看到他的好处 你要看到他的长处 你要鼓励他 你要给他恩典 对不对 你不是要老盯着他的短处 然后讲那些话 然后使他发霉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些话 说污秽的言语 使人发霉的言语 一句都不可出口 但是要随时说造就人 要建造人的好话 所以给听见的人得益出 保罗在这里讲到时候 我们讲话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是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的言语上 我们的嘴巴上就要被更新 我们要讲真理 讲造就人的话 不要讲谎言 不要讲神发霉的话 第二点我们讲行文 保罗在这里讲到 就是说在28节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经手做正经的事情 保罗在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当中 有些人从前是偷窃的 对不对 有些人从前是小偷 所以他们的教会比我们这个教会差多了 对吧 我们教会至少还没有这些人 所以你可以看 想想当时的教会 那里面的人的层次是什么 还是层次 以前是偷窃的 所以保罗说 从前偷窃的 你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 然后去做工 这个劳力 这个词的意思是 很努力地去工作 然后工作到你累 工作到你疲倦的这种地步 疲乏的地步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你要很努力地去工作 你要去做正经事 正经事就是好的事情 而不是坏的事情 什么是好的事情呢 就是对别人有好处的 没有危害别人的 对这个社会有好处的事情 而不是对社会有坏处的事情 对别人有伤害的事情 所以保罗不是让你去贩毒 对不对 也不是让你像今天在那卖大麻 对吗 在我们的福州有卖大麻的 所以保罗让你做正经的事情 让做好的事情 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若有余就可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基督徒的工作观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努力地去工作 很多基督徒相信了主以后 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 所有的一些都是神给我的 对吧 所以我不需要去努力工作了 我不要去努力去学习了 反正神都已经预定了 但其实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你要努力地去工作 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耶稣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所以我也做事 所以上帝都在一直地做事情 直到现在 对不对 从创世到现在 他一直在做事情 然后耶稣说 我也像父那样做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地去工作 我们要 不但要努力地工作 要认真的去工作 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你们做事 凡事都要像给主做的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们虽然在公司里面工作 但你们不要像是给老板做的 老板在我就认真一点 老板不在 我就可以上上网看看新闻 你要给主做的 主每时每刻都在哪里 所以你不但要努力地工作 而且要认真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要做正经的事情 你选择职业的时候 你要选择好的职业 照顾人类的职业 对别人有艺术的职业 你不能选择那个危害别人的职业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选择的职业 是危害别人的职业 比方说在佛中卖大麻的事情 对吧 我们当中没有人卖大麻的吧 如果有请赦免我得罪你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你有可有余的 要分给那个缺少的人 就是你努力工作之后 如果你自己有余的话 你分给那个教会当中 有缺乏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老弱病残 可能是孤儿寡妇 他们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你要分给他们 保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个想法在我们今天觉得 是不可思议的 我辛苦工作赚的钱 我凭什么分给你 因为在保罗在当时的 那个社会处境当中 保罗是把一个教会当作 是一个大家庭 是神的大家庭 是一个家庭 在那个社会处境当中 一个家庭里面的人 如果要出去工作 他赚的所有的钱 都是这个家庭的 所以家庭里面有人有需要 那当然要会给他了 所以保罗把这个教会 当作一个家庭的时候 当教会里面的人 有出去工作 他赚有多余的时候 他就分给了教会里面 没有办法工作 而缺少的人 这个在我们今天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很少有人 能够这么做到这些 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 因为保罗的看法是对的 因为在神的眼中 我们教会就是个大家庭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他是从属天的眼光来看的 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工作观 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要努力的工作 第二个你要选择正经的职业 第三个当你有余的时候 要分给大家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是在讲行为这个方面 虽然在讲行为 保罗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工作上面 第三个方面是保罗在这一段 主要讲的就是讲我们的内心 二十六节讲的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保罗讲生气不要犯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生气的时候常常犯罪 所以你生气的时候 要注意不要犯罪 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 常常犯罪 我们为什么生气 因为我的利益受到水害 所以我生气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按照我所设想的去做事情 事情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而来 所以我生气 因为没有按照我的道道标准来做事情 所以我生气对吧 所以问我们为什么生气 你发现的是我 对不对 这中间是我在那里 所以我生气 所以我们的生气里面常常是伴随有犯罪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我们 你要特别注意 你生气的时候 你要省察你自己 你心里面有没有 是从你自己出发的 以我为中心的 你要去省察这个东西 但是有没有不犯罪的生气 有对不对 上帝也生气 但是上帝不犯罪 上帝没有办法犯罪 因为上帝和罪就是不相容的 对吧 上帝在旧约的时候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常常向以色列人生气 他们在西乃山下的时候 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造了个金牛犊说 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上帝在那里大大的向以色列人生气 说我不再带领他们去加拿地 摩西你自己带他们去 然后当他们在加地斯的时候 他们派出十二个探子 去窥探以色列地 但后来其中十个探子回来说 那个迦南人的城墙高耸入天 他们的人都是巨人 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们 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就在那发愿言 向上帝发愿言 上帝在那里很生气 大大的生气 上帝说你们这一代人都要死在旷野当中 你们在旷野当中要流浪四十年 你们这一代人没有一个人 除了加勒和约书亚 没有一代人能进入加拿地 上帝生气 但是上帝没有犯罪 耶稣也生气 耶稣也没有犯罪 当耶稣从那个登山变相下来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文石在那里吵架 因为他的门徒没有办法把一个人 把那个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 所以文士在那里就嘲笑他们说 你看你们信的这个人是谁 他没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耶稣就生气 然后说这弯曲被扭的时代 这个小信的时代 我要扔你们到几时 但耶稣生气 耶稣没有犯罪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生气 不要犯罪 所以我们要 我们人常常生气的时候会犯罪 因为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东西 掺杂在里面 我们也有意怒 但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意怒是掺杂在我们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小心 保罗在这里说 不可寒怒到日若 意思就是不要让太阳落在你的怒气上面 那么这句话我知道我们常常在夫妻之间用 对不对 结果会的人都知道 你会常常想起这句话 每次当我和太太吵架的时候 我太太一生气 她就抱着对子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 今天师母不在我可以说 我心里就生气 我心里就说你去睡吧 反正我就不叫你回来 我睡眠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是在那里想睡着 拼命地想睡着 就是睡不着 因为脑子里面老是在想不可寒怒到日若 所以后来说 好吧我give up 我去叫我太太回来 给她和好 所以我们在夫妻之间经常会说 不可寒怒到日若 为什么不可寒怒到日若 保罗在后面说 原因 不可给魔鬼撒旦留地步 这个地步就是地方空间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住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 不要给撒旦留住的地方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让你的怒气过夜的话 那你的心里面 其实那个怒气就在两日之间 产生了一种间隙 那撒旦就住到你的心里面了 所以这个间隙一旦形成 你以后看这个人的时候 你越看他越觉得他不睡眼 所以这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往负面的地方去想 其实你已经被撒旦控制了 所以这里就说 不可寒怒到日若 如果你对一个弟兄 或者一个人有生气 那你要尽快去找他 去解决 这里是保罗讲的 不可生气 不要生气 那有问题 没有 还是在挥手 如果日落在开始寒露 那你在睡觉之前 要给他去解决 要去找他去解决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在睡觉之前 不要让他过夜 不要让你的怒气过夜 那三十一节讲的是恶意 就一切的苦毒 脑恨 愤怒 嚷 烙 魂 磅 并一切的恶毒 又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 所以一切的恶意 什么叫恶意 什么叫恶意呢 那么中文翻译的恶毒 用的词更重一点 对不对 那更重一点 就让我们就觉得 反正这恶毒 我们心里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不是在讲我 但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恶意 就是你对别人有那种恶意 不好的想法 你不希望它好 那就是在讲 我相信每个人我们心中 都会或多或少的 在生命当中 有那个时刻 对别人有恶意 对不对 最终我开车 出我们小区的时候 我们小区的那个路的 出口 就是接着那个426 426是一条大路 所以当我要出去 要走上426 要右拐 然后在那里停着 等着这个426上的车 能够有空间 让我可以拐上去 对不对 然后从我的后视镜上 就看到我后面 给了一辆卡车 我心里就有很不好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有不好的经历 由于以前也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后面那个卡车 就在后面拼命地按喇叭 所以当我看到 后视镜看到这辆卡车的时候 我是想 它肯定又要按喇叭 果然如果我所料 它在那按喇叭 所以我就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一点patience都没有 一点耐心都没有 你在后面乱按喇叭 别人那个前面出去的话 发生车祸怎么办 我心里面就有点恶意 我就说 你跟他干嘛着急啊 急着去投胎啊 对不对 所以我祝愿你出去就车祸 这就是恶意对吧 对别人有恶意 不希望别人好 所以保罗在讲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新造的人 我们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 我们要把这种东西出去 不要对别人有恶意 所以一些的苦毒 苦都是一种恶意 对不对 苦毒是什么 又苦又毒 对吗 苦是自己心里苦 毒是对别人毒 因为自己心里苦 所以对别人毒 对吗 这个字的原来是指 那就是一些植物 它接触的果子 吃起来很苦 但是又有毒 因为心里苦 所以对别人毒 我就想起就是说 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密阳 大家可能有些人看过 对吗 我在之前在这个讲台上讲过 就是说他讲到一个年轻的 单身的妈妈 然后从韩国的首都首尔 然后搬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市 叫密阳 然后他就开始 这个年轻的妈妈 就装着自己是很有钱 大城市来的 结果那个 这个里面的有一个校长 就觉得他很有钱 所以把他儿子绑架了 然后跟他要很多的钱 他付不出来怎么办 就把他孩子死掉了 所以这个妈妈 她因为这个信主 她因为这个原因 她一手人就会信主 但是她决定 信主要告诉她 要去原谅别人 对不对 要去赦免别人 但是她生命没到那个地步 所以她硬着要去做的时候 她去赦免别人 她去监狱里面 要去赦免这个人的时候 杀害她儿子的凶手的时候 她发现 她没有办法做得到 所以她心里就变得苦毒 所以她开始就做 她心里很苦 所以她开始就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事情了 当别人在聚会 她朝人家的窗口扔石头 砸人家的玻璃 甚至不惜召见自己 然后用自己的色相 来勾引教会里面的长老 为什么因为心里面 有那个苦毒在这里面 因为苦 所以对别人毒 所以你要真正解决这些 你就是要仰望着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记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使命 就解决心里那个苦 然后外面那个毒 才能够去掉 然后后面两个是讲脑恨 愤怒 都是与怒气相关的 那这两个怒气又是有区别的 第一个怒气指的是那种爆发出来的怒气 有很强烈的情绪 那么第二个怒气指平息下来的怒气 但这个平息不是真正的平息 而是进入到心里的深处 变成一种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所以心里面那个仇恨在那里 所以这两种都是一种怒气 都是要寻找机会来对别人不好 还有攘闹 攘闹是指几个人同时大声地在那里哭喊 大声地在那里吵架 哭喊是指这种 毁谤就是说话 然后损坏别人的名声 所以这些都指的是恶意 都是对别人 希望别人不好 希望别人倒霉 所以保罗说 你们要把这些东西从你们中间除掉 因为你们是心造的人 然后在32节说 你们要以恩慈彼此相待 要存怜悯的心 怜悯的心就是 英文翻译tender heart 就是微柔的心 一个柔软的心 所以你要知道 你怎么判断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 那你的心如果柔软 很微柔 很柔软的话 那你就知道你的心是 圣经里面所说的怜悯的心 如果你的心很刚硬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 来到神面前要认罪悔改 那你不是一个怜悯的心 那我在这里说 要以恩慈相待 恩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那中英文翻译tender 是对别人好 对不对 那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调整自己 把自己调整得很好 能够去适应别人 and kind means to adjust yourself well so that you can adapt to others 所以这里是 这里是我调整自己去适应别人 and that is to adjust yourself in order to adapt to others 所以这个字隐身出来就是easy in other words the word that extends from here is the word easy 就是我们所说的easy going的人 and the idea of easy going 就是说很容易与别人相处的人 that is a person who is easy going you can go along with others 所以隐身出来 再隐身出来就是kind 就是恩慈 and you extend further from there is kind so what is this kind 就是很容易与别人相处的人 that is you get along with others 那恩慈的对面是什么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kind 就是我们说的mean 是吗 that is mean 就是很mean 这个人很mean that is to say you are very mean 那个mean的话就是说 不容易与别人相处 and when you are mean it means that you don't go along with others well you看到别人都是问题 对别人要求很高 对不对 because you see problems or flaws with others 所以不是调整我自己 而是要调整别人 you are not adjusting yourself but you are wanting to adjust others 所以我们来想想 我们是不是有恩慈的人 so when we think whether we are kind and aren't 如果恩慈的人 是调整我自己呢 让我自己能够 和一好跟别人相处 对不对 对别人是要求是比较低的 能够去给别人 benefit and they have lesser demands of others and give benefits to them 但mean的人是要调整别人 要fix别人 要修理别人 让别人能够给自己相处 but the mean person will want to adjust other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m 所以对别人要求是很高的 so they have very high demand 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低的 and they have lower demands for ourselves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 你们要能够对 要看到别人的好处 他常常给别人的恩典 Paul here says to be kind to one another to see the positive in them and to give grace to them 然后说彼此饶恕 and then he says forgiving one another 饶恕这个词的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 giving freely 就是白白地给 and to give freely to one another 也就是说你要白白地去给 为什么饶恕要白白地给 and why do you have to give freely to one another 今天你给我说 你把你的车白白地给我 好不好 is it good for you to give me your car freely today 你把你的房子 白白地给我 好不好 但是这个饶恕就是要白白地给 别人得罪你实际上是欠你的债 所以你饶恕他 是你白白地给他 所以意味着你自己要有牺牲 所以保罗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常看到别人的好处 要常常能够去以恩慈相待 然后要常常去饶恕别人 给别人 benefit 所以最后保罗在这里提供了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 因为我们欠神的 对不对 我们欠神很多 我们欠神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命 我们的命只有一条 但我们欠神的 但是上帝白白地给了我们 所以他白白地将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正因为耶稣基督白白地 神白白地给了我们 神白白地赦免了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赦免别人 我们也要给别人恩慈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在 在这里也提出就是说 在那个三十节 在这里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 只等到得数的日子来的 所以你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 什么叫受了圣灵的印记 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 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 不是这个世界的生命 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所以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神创造了一个有上面的世界 下面的世界 上面的世界叫天上 下面的世界叫地上 所以我们是住在地上的神的儿女 天上还有神的儿女 所以在诗篇82篇的时候 神在天上召个圣会 然后对神的儿女说 然后说你们是神 西伯拉尔文是 You are Elohim 就是神称他的儿女为 Elohim 然后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这个生命 不再是这个地上的生命 而是属天的生命 我们和天上神的儿女一样 有拥有一样的生命 所以神称他们 Elohim 我们也是 Elohim 所以当那个 在旧约里面 当那个先知 撒末 当那个先知撒末 然后他死了之后 然后一个巫师 然后把他从天上叫下来的时候 那里面说 那个女巫说 我看到一个 Elohim 从天上下来 所以撒末死了之后 他被称为 Elohim 他以为他是从天上下来 他是天上的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当圣灵在我们天上重生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印记 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不再是这个属世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能把你看作 再是这个属世的人一样 你的生命 每日上已经被变化了 你是属天的生命 所以正是因为这些 所以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物 我们的内心 都要被更新 因为我们的身份不一样 时间到了 我最后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 《公主日记》 有多少人看过吗 没有人看过 所以公主日记的时候 刚开始 你看到那个女孩 是什么样子 然后头发乱糟糟的 穿着衣服 拉里拉塌的 然后衣服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样 因为她是一个单身母亲的女儿 她的身份是怎样 那后来她才知道 她原来是 某一个国家的公主 所以你在电影结束的时候 你发现 她这个人完全不一样 她的衣服气质完全不一样 变得很尊贵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天的生命 那生命的印记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你在这世上的生活 不能够再像世人一样 你要完全有个全新的 你的言语要更新 你的心目要更新 你的心要更新 所以弟兄姐妹 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天的 好 我们先祷告 天父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你将属天的生命 放在我们里面 属天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主啊 让你帮助我们 记住我们的身份 主啊 也帮助我们 从言语 从行为 从心里面都被更新 主啊 愿你圣灵的大能 在我们的身上 愿你在我们的身上 得荣耀 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